这场比赛是一场77公斤 这场比赛的超级战来自中国的伟高杰 对着来自德国的选手哈吉姆·马梅尼 相信伟高杰这一身火焰一出来 观众朋友们就唤醒了对他的印象 伟高杰可以说是个年轻的老将 91年的选手 不过已经打了很多比赛 16胜5负 本次来代表的是格斗勇士 也是中华英雄王洪翔俱乐部 伟高杰整个的着装 给我们感觉很有特色 看出来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冲击力 很强的一个选手 那他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 这个哈吉姆·马梅尼 这位选手是21胜4负 其中有8次KO对方的 有30%左右的KO率 那么 这位选手在我们之前看到的资料里边 属于这种稳扎分大的选手 是个在拳法上 倾向于一个拳法型的选手 对 两位选手呢 从这个资料上看的 这个在身高上啊 差不多 但是从电视频部上来看 觉得好像比赛街上稍高一些 哇 非常重啊 哈吉姆的刚才那一拳啊 哦 又一拳 前一手 而德国呢 这样的一个国家呢 他对这个体育运动 没有这种特别体 哦 漂亮 伟高杰的这一下是违规了 双手孤颈 只取单手孤颈的拍戏 是 前后手 现在的哈吉姆重拳的攻击啊 整个的形式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选手就是看能不能持续的 对 出现这样的进攻啊 因为这样力量如果一直发足的话 他可能体能会受影响 是 伟高杰的这个打法还是这种 硬桥硬马的感觉啊 连续的这个扫踢 这种连续的扫踢呢 如果持续时间长的话 对对手呢 会有一个积累的伤害 不过马梅尼 我感觉在这个爆发力上 比伟高杰的发力更顺畅 哦 前手平勾 刚才是利用了一个时间差 对 右手抡出去 伟高杰的左手平勾 直接给了对手一度秒 这个如果说刚才那一下 您眨眼的话呢 这快的可能都会有点看不见 也不想给对方机会 对 直接挤到成鸟的地方 直接扯出来了 打出来 哦 作为拳手 这个拳法比较好的选手 这个腿法看来就是没那么好 连续的这个草踢 对对手的影响是很大的 看来这个哈欺姆 确实正如阎波老师所说的 这个连续的重拳输出之后呢 这个写槽下的有点快 对对 因为他哪一拳都是比较实的 对 这样的话到第二回说 应该是伟高杰反击的意义 很好的一个机会 应该说呢 是时间给了这个哈欺姆 更多的机会 如果说再继续有一点时间的话 这个伟高杰的在场上优质可能更大 上场的时候 我们看到伟高杰 打法有点硬 这个贯穿力量不够渗透 但是我看就这一拳 哦 就刚才那一下 就这一拳 本身的后登 但是马连尼依然是这个不容小觑的一个选手 维高杰也比较紧慎 是 中间的这个经过调整之后呢 我们相信哈欺姆呢 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体能上也会有所恢复 状态上也会有所调整 维高杰还是要小心的 是 又是同一个动作 后勺塞进去了 维高杰现在是已经找到了这个在场上打开局面的这个妙招啊 而且这种的硬桥硬马的打法的其实在我们这种视觉上冲击力非常好看啊 非常好看 整个进攻 这下是维高杰的进攻加上对手的这个重心稍微没站稳 招两连续的起到选拖低扫 这个轮板轮的太散了 维高杰的这个打几项的看效果不好就撤出来 很谨慎 是 不太冒进 对 维高杰的这个三打式的这个打法还是比较明显 对 这个在移动中找机会 而且在第一回和上来刚开始的时候 哈欺姆马维尼的这个有这么一轮 这个强势的重拳进攻 但是现在呢随着体能的下降 包括这个维高杰的这个进攻的这个效果 不断的在这个给施加压力 现在呢 哈欺姆马维尼的整个这个进攻的势头 这个状态这个劲儿好像已经卸下了 卸了 总打不到 是 其实我们看到维高杰的这个优势在于中距离 是 他在近距离的时候没有看到太多的动作 而这个哈欺姆马维尼本人更擅长了中距离和中近距离 不如去把距离拉进去 赌一赌 好 这回合结束 应该还是维高杰的优势有一些 可以说的第二回合呢 这个维高杰依然是掌控着这个比赛的局面 虽然第二回合的这个重击数并不是很多 是 这回合呢应该说呢维高杰呢整个的表现得更加的稳健 而他的对手呢这回合呢 有一点这个被打收了 有点紧了 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去的话 可能 哈欺姆马维尼是拿不下这场比赛 是 目前看这两个回合应该说呢 维高杰都是能够拿下的 起码在这个 好 现在呢第三回合开始了 前次 哦 维高杰打了个时间差 是 维高杰很擅长打这种时间差 对 马维尼刚才的这个 这组进攻还是不错的 对 很完整 呃 哈欺姆马维尼呢在进攻的时候呢 全重 但是呢整个出拳的过程和路线比较长 这个呢就给了维高杰很好的一个机会 哦 这次是马维尼拿了个内线 啊 又双手鼓紧了 小心啊 这个要注意啊 哎 这个如果说这个习惯的多次出现的话呢 裁判可能会警告 嗯 哦 哦 维高杰并不追击啊 在一段时间就往后突 是 哦 包围的扫帖 相对来说 维高杰的技法呢 更全面 是 更完整 呃 对 比较单一 对对对对 对手呢 这个哈欺姆马维尼呢 主要就是他的重拳 呃 一旦这个重拳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呢 我们看他在场上表现的也非常的犹豫 嗯 在自己这个进攻上呢 呃 也在那儿思考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好像打不开局面 而维高杰呢 这个现在的这个拳腿联动 在场上整个的效果呢 是非常好的 马维尼的左腿的后侧和外侧已经被踢中 对 已经出现了血印 这个从第一局第一回合开始呢 就是连续不断的这种低扫 呃 这个持续的这种伤害到第三回合呢 一定是出效果 是 前扫踢到了当步啊 啊 并没有叫停 哦 后手 上锅平高 小拳 嗯 在这样的一个局面里呢 维高杰已经不能全身把控住了 是 只要保证呢 这样的这个局面 不放松 基本上是可以拿下 嗯 而且呢 这个对于两位行事来说呢 此刻呢 一些消耗的体能也都非常大了 我们看两位呢 都是这个不断的在调整了大口呼吸 维高杰是选择了对方的这个强势手 就是随时要跟对方打对攻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 我皮挂腿 这样的一场比赛应该是维高杰拿下了 我们来看这一回合的板体能回放 应该说这个回合呢 维高杰依然是表现出来自己这个 他稳健的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在前两局当中呢 自己的优势呢 相对来说呢 还是有 所以说在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对手来进行对拼 一号裁判 29比27 二号裁判 29比27 三号裁判 29比27 比赛结果 红放上 有请 有的热泽集团 东北市长总监 多英武 有的热泽集团 广西市长总监 陈玉玲 喂 郭兄冒奔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